肺癌的防治要注意什么 第一个说要避开危险因子 那这个危险因子呢 环境的因素跟生活的习惯都很重要 比如说吸烟要避开 二手烟要避开 不管是在家里或者是工作场所 要劝你的同伴们都不要吸烟 比如说这个蔬菜水果 扫油 这无论如何 对所有的癌症的预防都是重要的 2014健康高峰论坛 就在公式HD频道 HD频道